美股周五涨跌不一 道指与标普派指数均录得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涨 纵观本周道指上涨3.8% 纳指上涨2.4% 标普派指数上涨2.5% 本周特朗普曾宣称 周五的就业数据将录得一个大数字 果然周五公布的美国7月非农就业人口 增加176.3万 失业率从11.1%降至10.2% 好于预期 但有分析称 这不意味着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 仅表明劳动力市场在7月份趋于稳定 没有变得更糟糕而已 目前疫情对于美国的经济影响依然非常大 尽管如此 由于国会尚未就新的财政刺激方案达成共识 因此现在的风险是 政策失灵会耗尽近几个月来 重新渗透到经济当中的微弱力量 今日科技股集体走低 结束了五连涨 分析师称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发布的行政命令 宣称TikTok和微信这两款应用程序构成威胁 并会在45天后禁止两家公司 与美国机构和个人进行任何交易之后 市场情绪受到抑制 作为美股上涨的最大功臣 龙头科技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能否延续科技股的涨势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股接下来的走势 随着美联储和国会实施了一系列创纪录的刺激计划之后 市场上关于通货膨胀的讨论一度居高不下 与2019年相比 今年M2增幅已经超过23% 创下了自1981年以来的新高 美联储未来可能会无法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 而这意味着 如果通货膨胀持续发酵 美联储也无法控制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